聯絡商一交一天可以生產四萬片 他如果全部都開的話一天預估可以生產十萬片 他現在這幾天為什麼供貨會感覺供貨不住呢 就是因為運輸系統沒有搭配上 因為過年期間 明天開始大概就開始趨機正常 那我也交代我們消保官 整個針對口罩價格有沒有不合理 有沒有人在囤積這樣的一個口罩 那如果要有的話我們一定可以嚴查嚴辦 至於我們自己的口罩如果是確定是夠的話 現在地球村時代已經來臨 周邊的國家如果需要口罩站在人道的立場 我們政府當然應該幫助 只要確保我們排風機馬是夠用 周邊的國家地區因為有我們的各方面的協助 使它防疫能力增強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在保護台灣 所以我覺得硬性的規定口罩不能出口 我個人覺得未必是一個很聰明跟智慧的決定 先調查我們自己國內夠不夠 如果行有餘力 有多餘的物資 然後對外來協助 我相信這真的是一個大家緊緊的命運相同的地球村時代 防疫是不分國間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大家